LAYO 聊四季 聽聽聽用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薩拉生人最上西班牙人 這套比賽也是電梯的阿拉伯體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薩拉生人 薩拉生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駱駝血量 是遊戲裡面最多的 他的奴隸兵血量最高可以達到133滴血 是遊戲裡面歷史新高的血量 薩拉生人的奴隸兵主要是打騎乘單位 是有外增傷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對於駱駝是沒有額外增傷的 薩拉生人的話 他的後期打法主要是打馬弓或是步弓 加上駱駝跟奴隸兵 還有後期的重型投石機或是巨型投石機 為主力的打法 火炮的部分也是相當推薦的 薩拉生人的打法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後期的科技術是相當完整的 所以只要能撐到後期經濟還可以的話 薩拉生人是不會太弱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西班牙征服者 是這個騎馬火槍兵 這也是唯一 世紀帝國一個可以騎馬的火器 文明單位 所以西班牙人的城堡時代的吸增 是非常難產的一個單位 西班牙人他的特色是 每點一個科技師會獲得20黃金 而且冰工廠的科技是不需要任何黃金的 只需要肉類就可以提升冰工廠的工房 相當的省 那省下來的黃金跟研發科技獲得20塊的黃金 讓他後期轉遊俠也會壓力變小一點點 那本身西班牙的三級攻三級射都有 所以他垃圾兵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全滿的 只是西班牙的垃圾兵呢 是沒有特殊能力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一下地圖部分配置是兩幕開局 OK 這位玩家是MBL 我們熟悉的 MBL 那MBL這邊的開局呢 是選擇兩幕開 然後趕快把這個豬吃掉的路線 那路的部分喔 只趕了一頭路喔 然後就去探家了 看一下敵人在哪裡 算是一個找渠探路 那待會這裡可能他在補木頭了 OK 拿上去補了 好 先補個房子 避免卡人口 那薩拉斯人這邊的配置呢 是一個正常的三幕開 然後下了果子 然後也是大吃這個豬肉 配置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前期趕快吃這個肉類 肉類吃完之後生食袋 然後再去補木頭跟黃金喔 那看起來西班牙人喔 這邊是想要打一個小宮開局 比較有可能喔 因為現在棒棒這個時間去開下去喔 可能會稍微慢了一點 這邊棒棒補下 好 那薩拉斯人這邊是一個小圍 這邊稍微圍一下 右邊這裡圍 這裡圍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圍到右邊喔 因為如果你圍右邊的話 這邊還要再圍一條 會浪費非常多的資源 小圍的話 可以讓前期的防守成本降低喔 而且可以更快灑下農田 這邊拔木木頭 稍微慢了一點 沒有打算及時打小弓喔 先點了一級伐木 射箭場沒有先補 好 等木頭夠了之後慢慢下 打得蠻 沒有非常機機的感覺 好 那打這個公兵開局的話 西班牙人喔 要特別注意一點喔 是因為他的公兵單位呢 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西班牙人的公兵呢 跟寶加利亞是一樣 打起來會 有這個數量上的限制戰 出太多的話到城堡時代會很虧喔 小弓的傷害沒有辦法繼續 再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當然二級射三級射還是可以點 但到地龍時代只有公兵 想必大家是不會想要用的 所以這公兵單位呢 會比較建議按到 六到四到六隻左右就好了 然後後面可以開始轉毛兵防守也行的 那我是覺得出到八隻有點過多 好 這邊看一下公兵往前 薩拉生人這邊是有出兵 也是走公兵路線 那薩拉生人的公兵路線呢 算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他的不公兵呢 打建築物的傷害非常高喔 好 這邊薩拉生人公兵出讓壓制 MBL的公兵全部送光 出了四隻公兵之後 直接停了 開始轉毛兵 我想的差不多 確實要該這樣打 不然這個公兵出太多 很容易被壓制住之外 這樣城堡時代也沒有連貫性的優勢在 但是如果薩拉生人這邊逼對手出毛兵的話 這裡就會被壓制住 當然也是讓薩拉生人獲得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用這坨公兵去拖延這些毛兵的生產出來 花費這些肉 讓他的兵沒有辦法去家裡 打家裡 趕快農上去 這個就是薩拉生人想要獲得的效果 這邊公兵也可以按也可以不按 看薩拉生人城堡時代想要打什麼 目前他的經濟配置來說 打公兵或駱駝都是一個可以選擇的 這就是個人的想法 遇到西班牙人的情況下 打騎士或駱駝的話 是要再想一下 通常要去偵查一下看對方沒有挖石頭 那目前薩拉生人看到這邊石頭沒挖 那有可能是預判對方是可能會打騎士的 那如果是打騎士的話這邊可以公兵繼續按 待會再補一下駱駝也可以 所以公兵開局 公兵國開局的時候 要思考東西施展蠻多的 尤其是像對面 西班牙人這種 城堡寶兵 相當強大的情況下 往往公兵開局 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例如什麼飛鏢奇兵 土耳其火槍兵 那如果你是打駱駝的話 還有可能會被人家打帶袍 一直被風箏 會有點麻煩 公兵的話還可以稍微克制一下 有點像互相傷害 而且防守成本會比騎士更少一點 也不會拖到自己的3TC開局的這個肉量 西班牙人這邊是升上二級色 看來是有打算轉戰毛兵 做一個防守開農 然後轉老頭 那西班牙人等老頭 底下銀貫技術也是招搶最快的文明 那在下一次的改版之中 城堡時代所有的文明 都會增加一個叫做虔誠的科技 應該也不是全部文明 有可能是有些有有些沒有 那也一樣後面會有這個忠誠信仰 那這個虔誠科技呢 是增加老頭的多翁一下的這個次數 算是小型的 弱反的忠誠信仰 那西班牙人呢 遇到對手 有這個忠誠信仰跟虔誠的話 就會著想更久一點 那西班牙人這個銀貫技術呢 簡單來說就是減少一次翁的這個時間 大家簡單記就好 不用想的太複雜 好戰毛兵直接點掉老頭 連招都不用招 直接用戰毛射死騎士 這個騎士沒有點一級馬鎧 所以被戰毛兵打超痛 畢竟沒有點一級馬鎧騎士喔 被戰毛兵打一下是3滴啊 那薩拉森這邊是走3TC開局的方式喔 所以前期要出騎士喔 會比較困難一點 甚至要升工坊喔 基本上不太可能 而且這裡還補了惡農惡木喔 打一個最濃的經濟流開局喔 好那遇到就放MBL打三毛兵打防守 配這個老頭的部分喔 薩拉森這邊是有大洛瑪的文明喔 自己也可以直接轉這個洛瑪去反制也OK的 所以薩拉森喔 這是後期基本上什麼都能打 就是經濟不太好而已 好那西班牙人這邊是繼續按著村民 3TC也是繼續按 村民差距並不明顯 只有四村喔 兩邊打的一個超濃的 洛瑪進去想要抓老頭 但是裡面一隻老頭都不在 既然MBL的老頭在正門口 那MBL決定是要在前方蓋一棟城堡 想要封鎖這塊黃金 那薩拉森也在高地的地方 撫了一根城堡 好這邊想要來阻止蓋寶 老頭高翔一下 招了兩隻村民 有機會嗎 唉唷 最後招了兩隻村民一隻老頭跑掉了 這兩隻村民左右開始跑 好西班牙人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兩邊直接農到了帝王 城堡時代基本上沒什麼交流 那西班牙人喔 他本身也是火器單位喔 攻擊速度最快的維銘喔 不管你是要打火槍或是火炮 都是攻速最快的一個選擇 那他的火炮戰劍呢 也是這個讓炮彈飛的最快的維銘 這火炮塔也是喔 只要跟火炮有關的東西喔 西班牙人的這個射擊的 彈數喔 是非常快的 好薩拉森這邊是轉了駱駝 想要應對西班牙的帝王時代的遊俠 但西班牙這邊並沒有轉遊俠 而是直接轉出了吸增兩隻 但也沒有繼續出喔 出完之後就沒有繼續按兵了 反正是轉出了漏馬跟馬凱升級 那這邊轉漏馬的話 可能還是會被薩拉森的駱駝給壓制住 好巨型超時機出來了 可以開始拆除前方的城堡 MBL似乎沒有想要去修這根堡的意思 直接放棄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想要控住一下這一塊的黃金處 左邊也補了兩個碼 就開始要多新落馬了嗎 好開始補品種 跟蹤技術 槍兵升級 直接走一個垃圾流 蠻神奇的 西班牙上帝王時代走垃圾流 然後轉老頭 OK 神權政治也補下 騎士思想跟救贖思想也補了 稍微也可以招強攻城器 也沒問題 可能是在防薩拉森人的重型投石機 也有可能的 MBL在左邊賭了一根城堡 開始左右開攻各賭一個城堡做防守 好西班牙這邊補下了金冠技術 老頭在高地招翔 招到了五隻工兵 招完之後老頭直接拉走 換造冰往前 哇這一波招翔直接拉薩拉森人的弓兵 潰不成軍阿 那薩拉森人這邊是打算要轉強武喔 OK 直接拉村民點下了金冠 現在有霸權科技的西班牙人 村民的血量來到了80滴血 攻擊力還有9點傷害 拆攻城器的速度非常之快 現在西班牙人也點下了銀冠技術 銀冠點下了招翔的速度也會變得更快一點 連傳教士招翔射程也會多加一射程 後方這裡補一根城堡 想要封鎖這邊弱馬的騷擾 MBL這邊打的是村民 加上老頭的招翔路線 這個路線有點麻煩喔 這個村民很難解之外 前面如果有轉槍兵的話 弱馬更難去解老頭 但是MBL這裡是缺乏了工程器械 可能轉火炮會更好一點 這邊轉巨型投石機也行喔 剛剛我們剛剛有提到 火炮的攻擊速度很快喔 有加成的這個文明喔 還是用這個有加成的單位喔 會更適合一點 左邊這根跑蓋好了 沙拉車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奴兵 還沒有點強奴 雖然支援量不太夠 右邊槍兵過來 起個一波 沙拉車看到對方轉槍兵 自然而然就會想要轉弓兵 那如果轉弓兵的話 西班牙人的火炮也會有優勢喔 而且繼續轉戰毛兵壓制也OK 所以現在薩拉車不管是打什麼 駱駝啊或者是強奴 MBL只要出垃圾兵喔 都還能打得回去 老頭的話更有主動權喔 那目前看到 MBL這邊是有出了八隻老頭 直接轉出了輕騎兵 而且三級馬卡也補不下了 但強奴依舊還沒升級上去 好這隻火炮反擊一下 希望MBL直接打一個最濃的 戶籍的卡戰 好後方的老頭被砍掉了三隻 第四隻第五隻可能也要倒光 唉唷趕快收到城鎮中心裡 即使逃掉了弱馬傷害 好MBL補下了三級板甲跟三級弓 雙兵工廠把這個科技快要點滿了 只剩這個三級馬卡喔 就弓兵步兵騎兵喔 全部的工坊都點滿了 那西班牙這個文明呢 本身也是有大落馬 所以西班牙人大會也可以轉個大落馬升級 卻後面開始騷擾野心 目前看不出來 MBL的西班牙的打法會該怎麼打 那他這邊打西陣的話 很容易被強奴給壓制住了 或者是被大量的駱駝給包圍 不會直接被擺殺 而且大量西陣也很耗黃金喔 所以面對這個情況 出垃圾兵然後配上火炮 是可以考慮的一個範圍 但是只打垃圾兵的話 還是很難反擊回去對方的黃金兵種 所以待會MBL還是要找一個黃金兵來打 例如遊俠之類的 但如果打遊俠的話 又會被薩拉森的 170滴血的駱駝給壓制住了 血量最多的駱駝 比遊俠只少了10滴血而已 而且就算不是駱駝奴 奴隸兵的話 遊俠也會被克制住 所以這一點喔 西班牙人來說 應該是被薩拉森壓制住的文明 好 那MBL這邊直接建起了火炮塔 5根火炮塔 這邊利用村民在前面坦了一些傷害 工兵雖然高打低 但村民的坦度實在太慘 後面的火炮塔開始進行攻擊 血量來到了2442點 秒蓋7根火炮塔 太狠了 ABL 然後這邊轉出大量的槍兵 還有火炮 槍兵跟火炮繼續按駕鏡頭時間補下 但是薩拉森也補了火炮 兩邊都是一個火炮壓制戰術 這邊駕鏡頭C 可能 薩拉森人要再補一些喔 這樣才會比較快 但是也要小心C霸的火炮 好 薩拉森終於補下了強弩跟大弱馬的升級 村民直接過來想要守屍城堡 好像有機會 右邊的巨型頭石機拉了一些弱馬過來 但是這邊槍兵巡邏把過去的弱馬全部解決掉了 MBL一個多線操作 把這跟城堡拆掉的機率非常高 哇 真的收掉了 守屍城堡有料 好 插完城堡之後 直接原地又騎了火炮塔 MBL真的是太狠 火炮塔推進薩拉森人的反制方法 一樣喔 就是火炮加巨頭 是最好的 但是現在巨型頭石機的話 又會被西班牙的火炮給壓制住 但如果出薩拉森人出火炮的話 又會被西班牙人的老頭給遭響 所以這邊可能要轉一堆肉馬 先把老頭解決掉 才有可能安心的去遭響 但現在肉馬衝到這個陣地裡 就會被火炮塔直接秒殺掉 所以這邊殺身喔 非常難打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打這個 出巨頭嗎 也不對 出火炮喔 出這個火炮嗎 也會被遭響掉 而且還會被村民追得打 這什麼奇怪畫面 哇 村民也太能扛箭死了吧 這就是西班牙的霸水 OK 強奴最後還是做到了蠻多事情 當然MBL的戰毛兵也是出來了 後面大洛馬趕快後去砍掉老頭 老頭沒有被抓掉 還有獅子在後方 強奴這邊 數量還有25隻 和繼續防守底線 然後放火炮塔繼續聲插進來 感覺有可能會一路插到死喔 因為這邊已經壓到薩拉森的出兵點了 這邊建築物 待會都會被火炮塔自動給拆掉 這邊薩拉森人 也可以考慮轉大衝車 但大衝車也有可能會被槍兵給拆掉 或是被老頭給招響掉 所以轉大衝車的話 是要 需要非常多的勇氣喔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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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是 直接手撕 馬就 現在MBL 把出生的村民全部往前補 當成軍事單位使用 然後單位沒有打算要去反擊對方的兵種 而是先去拆了建築物 火炮塔繼續插 但是現在沒有死醜了 所以現在村民也不知道幹嘛 好 躺著過來一起 村民還是比較快速一點 左邊的城堡快要被巨型龍司機拿下 現在場上總共有十九根劍塔 喔不是劍塔 火炮塔 有時候殺到生才發現 原來我三攻沒點啦 難怪肉馬打這麼癢 好 後面又補了一根 現在雖然可能來到了二十根的火炮塔 哇靠 二十根火炮塔 血量來到43.8 擊殺了五十個單位 右邊的巨頭 海再繼續拆城堡 正前幫村民稍微買賣了一下 繼續插起了火炮塔 這邊已經插入到了沙拉聖的家裡了 這裡農田也要被都更了一半 你看後方農田也是岌岌可為 左邊農田撒了非常多 還行 要往後撒就行喔 而且現在聰明書來說還是很多 OK 繼續往後面撒農田 可以可以 沙拉聖人這邊邊打邊撤退的細節有做到 所以現在要反擊回去可能問題不大 那這個火炮塔加爆名喔 算是以前很常見的招式喔 近年來比較少 但沒想到耶 MBL 玩到西班牙人 又把這種拿出來用了 以前甚至連比賽中 也有出現過這種爆名流打法 但現在會擋的人越來越多了 以前用這招正式在虐菜 但現在用起來 感覺好像也是虐菜 遇到高手還能這樣打嗎 可是這位玩家殺生人喔 他也是2500分的玩家呢 2400還2500的樣子 我記得他分數也是蠻高的 這個打起來非常的異常 好扯阿 MBL就繼續出村民 然後開始繼續拆 村民當作主力 到處插這個火炮塔 穿火荷塔 就用村民去拆建築物 這邊強武數量不夠多喔 火炮塔又繼續補了過來 哇 這根火炮塔又被建起來 尷尬了 那西班牙人的建造速度喔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這個爆名配上建築了 真的是蠻難打的 真的是蠻難打的 而且村民的血量多 攻擊力又高 防禦也不錯 這個一路 差什麼這樣是什麼鬼 太狠了 在跟塔有機會嗎 村民過來守私一下如何 當然村民過來守私 好像就落入了 西班牙 MBL這邊的陷阱 右邊也有少量的肉碼 繼續拆除 這邊是村民 MBL這邊的村民樹 非常的稀少 但是又馬上補了起來 我說前線的部分 前線的部分本來村民很少 但又繼續補了過來 直接種在牆土上 硬吃牆乳的傷害去蓋 蓋火炮塔 這件事情也就只有西班牙辦得到 其他我比 百分之百是蓋不起來這個火炮塔 就西班牙辦得到 血量夠坦 蓋的速度夠快 就在牆乳 蓋起了火炮塔 太扯了 真的是太扯了 這個畫面實在是很奇法 繼續抽 好 大摩巴繼續追擊 好 果不其然 莎拉森人展出了衝車 開始在解這些火炮塔 衝車解火炮塔的優點 就是火炮塔打衝車只會有一滴血 所以 以這個承受傷害來說 衝車是打火炮塔的好東西 但是西班牙人這邊有兵工產 配上霸權 開衝車速度其實是很快 就要小心不要讓MBL 這個村民可以到衝車 應該問題都不大 現在薩拉森人的黃金也快要來到了尾聲 剩下12個人在挖黃金而已 下方的資源都挖得差不多 這是他最後一塊黃金 上方的肉碼 還帶繼續反擊回去 村民處來到108村 村民處稍微下降了一點點 西班牙來到123村 村民處還是有點 不是很多 但是村民一直有在補 這個人口空裝太多了 139 人口而已喔 你整整60人口沒有用掉 這代表你的村民太少 那這邊村民少是故意把這個村民當戰鬥單位用 所以顯得特別少 看來還是終究擋不開一下強奴的傷害嗎 這隻強奴已經射了11村啦 可能甚至超過 不足 好這邊一個多線肉碼開始往後面騷擾 薩拉森人 果然不是泛泛之罪喔 這一波的多線操作 看能不能把MBL給打傷喔 好但這邊村民直接一個集火肉碼 想要把肉碼給直接集火回去 但對方肉碼雖然太多 還是能打得贏村民 而且村民不會自動攻擊喔 好但MBL也不甘示弱 你BD我我也BD你 看誰偷家偷的更厲害 好這邊用村民拆掉了一台巨頭很賺 西班牙這時候補下了三級 法恩木 火炮塔插滿了 沒有再繼續插 因為沒有石頭了 好那裡面的火炮塔全部拆除掉了 看起來薩拉森人擋住了這一步的攻勢 後續的攻勢將迎來薩拉森人沒有黃金的一個局面 但薩拉森人他這邊喔 剛剛開頭提到他的買賣喔 是成本比較低一點的 可以用更優惠的價格去換取黃金喔 像是100的肉阿可以換成19黃金喔 這個價格還算不錯 一般有公會制度的文明喔 是可以到17而已喔 但薩拉森人可以到19 基本上是19 然後 記得好像他可以點這個印刷技術 不是印刷技術 這個公會制度 然後去賣到21塊黃金的樣子 有點忘記了他這個 大聲的貿易城門是怎麼賺的 好對他沒有公會制度 我真的想起來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賣到19塊的沒錯 好 看到這裡 卡龍龍這邊被包掉 有點虧 黃金兵全部損失待機 後面大洛瑪過來拯救一下 但來不及 直接打出了GG 好大洛瑪最後出了264隻喔 看一下統計資料一下 經濟的部分 西班牙人喔 來到了 10萬經濟 薩拉森只有9萬4喔 那以西班牙人來說 在一直往前售的情況下 然後對上薩拉森人這樣的經濟喔 其實算是蠻正常的一個數字喔 畢竟薩拉森人完全沒有這個經濟加成 但他已經把後方的經濟顧得很好了 但卻還是沒有辦法反抄西班牙人喔 這個人口空窗的問題 畢竟MBL也不是省油的這樣 這個連款火炮塔 直接插爆了他的後方的經濟喔 然後一度有這個空窗經濟運轉的時期 雖然MBL家裡也是喔 有一個人口不是很滿的一個問題 但最後還是靠著自己的圍操 把這個強姆包掉 結束了這場遊戲喔 那看一下KD喔 KD應該是蠻慘的 結果沒想到MBL送了這麼多村民前進 結果KD還有0.85喔 這是有點影響不到的 還有可能會變成0.5對1之類的 結果薩拉森人的戰損好像也是蠻多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